而且长假第一天 无尊的惊人之举就让所有人惊呆了 他承认他结婚了当爹了 而且女儿都快三岁了 更没想到的是 两天后的新书发表会上 无尊又再跑猛料 亲口证实老婆已怀了第二胎 这胎是个男生 而且快生了 偏偏选择在这个时间点 招任结婚生子的事实 无尊难逃为新书炒作的嫌疑 也让粉丝崩溃 智泽是骗子 之前有做错的一些东西 讲错的话 在那边跟大家道歉 可惜无尊深深的一鞠躬至切 依旧无法避免现场记者的穷追猛打 要怪也只能怪这些年 无尊三番四次的撒谎耍媒体 骗粉丝 畅所谓出来婚 迟早是要还的 早在2008年 无尊就被周刊踢爆 已经订婚 2009年又爆出结婚 可面对报道事实 无尊始终是咬牙否认 2011年周刊更爆出无尊不仅已婚 而且还有了四个月大的女儿 并直击到无家三楼的后阳台 晒着婴儿的衣物 但无尊本人仍然是打死不承认 更方言要对周刊提起告诉 而就在2011年 观众明显的察觉 很难再在舞台上 见到无尊的身影 就这样无尊渐渐地淡出了歌坛 只是好奇到底是什么人 能够让无尊做出如此重大的抉择 不惜放弃自己的歌唱事业呢 现在答案终于揭晓 她就是无尊口中的妻子林丽莹 一个与无尊相恋了18年的初恋女友 因为他们一讲出去的 他们的生活一定能够在面前 不知不知道 妻子林丽莹可是无尊在16岁时 经由姐夫介绍相亲战时 从此两个人的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在无尊离开文莱到台湾工作时 她可是一人统领健身房的近百名员工 还打理她的美甲店和SPA 均投投资到更会经常飞到台湾 照顾无尊的饮食纸居 是个名副其实的贤妹柱 我希望就是让他们有一种 私隐情的 无尊甚至以家人为先 处处为家人着想 不过就在加入飞龙海一炮而红之后 无尊却先后与林一成 Ella 张绍涵 阿萨 传出了一系列的暧昧绯闻 而且个个都传的是有鼻子有眼 我也不知道要讲什么了 因为讲的都该讲 然后就觉得大家真的是 好朋友 真的不要在西边乱写什么绯闻了 任绯闻鱼打风吹去 无尊心中依旧唯有她的林妹妹 而近无尊结婚圈子的消息爆出 也让一只蒙在鼓里的飞龙海 三帅是又惊又喜 陈以如说 有家庭后顿支持她 当然祝福她 以后我儿子要追她的女儿 王东城也说 原来我已经是飞龙海叔叔了 希望有机会带见面里去闻来 看看我兄弟小孩 严雅伦子说 哇 他这么勇敢 祝福他 他一定是个好爸爸 而身为歌坛前辈的严贤旗 正被爱情包围的无客群 惊讶之余 也在第一时间送上美好的祝福 哇 突然间的惊喜 进度蛮快的 恭喜他 因为我想他会自己说出来 一定他觉得这是一件 很喜悦的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他很勇敢 对 然后 他也面对了 所以我觉得 大家也不用去指责他或怎样 无论如何 我都觉得他这个决定是很勇敢的 然后也是非常祝福他 希望他很幸福 尽管对于无尊这个直来的开诚复工 外界包点不一 但当初结婚时 只有家人见证不予简单 还是让无尊对太太心存愧疚 他也希望借着公开太太名分的机会 给太太补贷一场 隆重的婚礼 我们说实在 我们没有去 去 去 太多关于这种 问题的东西 而不是比如说我自私还是什么 其实他自己也觉得说 只要大家的心在一起 然后 婚礼什么时候办 都OK的 据悉 昨天无尊已结束活动返回文莱 陪伴家中的太太安心待产 无尊又要当罢了 娱乐的本天 综合报道